茅山道乐团 茅山道乐团是一个非常有影响的内地的道乐团 其实茅山的道教音乐历史非常的悠久 我曾经看到过一个资料 这个资料是清代的扬州画坊录 这个扬州画坊录里面记载到 就在清朝的时候 茅山的道教音乐非常的丰富 光乐器就有十几种 不是十几件 十几种 因为一种乐器可能有多少件 所以一般我们现在在做道教音乐研究的时候 道教音乐的契乐音乐 其实有很久的历史了 茅山道乐团这一次是第二次参加我们的道教音乐会演 他们这几年不断地在练习 也不断地在挖掘他们自身的 有特色的茅山道教音乐 今天可以说是我们香港的观众的一个 以保耳福的一个机会 我相信本地的许多观众都知道茅山的道教 但是茅山的道教音乐却未必知道的太多 所以今天借用这个机会 也是茅山道院的各位道长 展示他们自身音乐文化的一个机会 再说一说 我们第五届道教音乐会演取得成功之后的 第六届道教音乐会演的情况 第六届道教音乐会演是去年在我们成都举办的 去年在成都举办的一个非常浓重的一个道教文化节 是个国际性的一个节日 那个节日里面除了有我们丰富多彩的道教音乐会演之外 还有一个国际的研讨会 可以说是将有声有色的道教音乐 和我们理论学术结合在一起的一个盛大的一个聚会 在第六届道教音乐会演上面 一共是有七个团队参加了会演 尤其是我们当地的青城山的仙乐团 第一次参加我们的道教音乐会演 还有我们青阳宫的道教音乐团 保持了他们原有的风格 继续为我们献上了他们的精彩的节目 好 茅山道乐团的台摆得差不多了 那我们就有请茅山道院道乐团 为我们表演两首道曲 第一首茅山颂 第二首魏林奏 请大家欣赏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与点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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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明镜与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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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